站在按1比1比例还原的青年沉船黑石浩前 感叹古丝绸之路的繁盛与辉煌 踏上迄今为止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唐代龙窑遗址 弹家泡龙窑遗址 感受长沙铜关窑作为瓷器生产世界工厂的风采 在铜关街的年龄陶艺馆 玩起衣袖 指尖翻飞 体验制陶工艺 10月23日 我在湖南等你 再向外国人走进铜关窑采风活动 在湖南长沙举行 多名常驻湖南的外国人 零距离感受胡乡文化美丽 长沙铜关窑始于初唐 胜于中晚唐 距今已有千年历史 与浙江月窑 河北行窑齐名 是中国唐代三大出口词窑之一 1998年 黑石浩沉船在印度尼西亚海域被发现 出水了中国唐代瓷器 经营器等各类文物 约67000件 其中包括56500多件铜关窑瓷器 现有162件黑石浩沉船出水文物 被收藏在长沙铜关窑博物馆 潭加坡龙窑遗址是一个完整的窑区 有窑址等遗迹遗存 窑神庙 智慈作坊 挖泥洞 窑叶堆积等复原展示 清晰地展示了铜关窑瓷器的生产过程 今年32岁的美国姑娘 Shawen Reto 因为喜欢中国历史而来到中国 参观潭加坡龙窑遗寄馆时 她告诉记者 自己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埋在地下的陶瓷 觉得非常壮观 震撼 这里不仅可以感受唐代的制词工艺流程 还能观摩片瓷残器上的工艺流痕 感悟遗宫们对多元文化的融合 对彩瓷的创新 这片遗迹是怎么被发现的 龙窑如何烧制陶瓷 故事向讲解员发问的Tim Armstrong是新西兰人 今年是他来到中国的第十年 在长沙的第二年 此前没到过铜关窑的他 觉得这里的一切都非常迷人 他表示 湖南文化底蕴深厚 除陶瓷外 还有很多彰显中华传统文化 和胡乡地域特色的地方值得依赖 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这里有很多文化 我并没有想到有很多木材 在地下 当然有很多工作 在建议住客家庭 为它一个非常有趣的召集 请不吝点赞 订 muitas 别人的声音 请不吝点赞 订个月